今天6月23號政府是開放了一般的超商 都可以來買這個COVID-19的快篩試劑 如果你有到過這個疫情的熱區 或是覺得身體不太舒服 甚至有可能你跟確診者接觸過的話 從今天開始其實都可以到家裡附近的超商來做購買 在家裡自己做快篩 先洗完手之後就要把這個測試的這個儀器打開 然後平放在桌面上 這個有萃取液的飾管要牢牢的握著 要擰開 要非常小心 所以他有把這個紙盒做了一個凹槽的設計 打開檢驗刷的時候要注意不能 手不能碰到上面這個軟墊 自己在家裡操作要蠻小心的 接下來就是大家最害怕的步驟了 頭要往後傾斜約70度 上面的軟刷搓到這個鼻腔裡面 轉一轉 至少他說要旋轉五次 要大概15秒 再從鼻孔裡面取出 飾管上面的四季 就是要把它蓋緊 所以這就是你的剪體跟四季都在裡面 接下來就要把它滴到這個檢驗槽裡面 看到底是陰性還是陽性 那接下來就靜待15分鐘後來看這個結果 好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上面是一條線 所以代表是陰性 那如果是兩條線的話 就代表你有可能是陽性 如果是陰性的話 之後這個要怎麼處理呢 其實它有一個附贈的這個夾鏈帶 把裡面的東西全部收好 當一般垃圾丟掉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陽性的話也不要太緊張 同樣是把這些剪體都收好 然後打1922 來等候下一步的指示 好的